开箱视频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比较喜欢这个呢 嗯 之前很多话有说我楼顶应该适合多养些团扇 那么这期他来了 我的朋友们呢总是想着带我录各种各样的坑 然后他说他有挺多团扇的来一点 那我就跟他说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芒翅特别多的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之前被砸过特别厂了 那可能只有类似硫磺这种 才能比较满足我了 当然说实话我对团扇的了解特别特别少 一般也都是直接路养在楼顶 那么我们目前来看看 这种的确啊 没什么 芒翅就说那种细小的翅这样直接抓的都没啥问题 那这表面好像比较多斑点 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斑点 然后准备到时候给他直接路养在楼顶吃应该也会变得好一些 他这些都比较 缺强光所以感觉表现不是很好 应该我养养就好了 一共 第三片 第四片 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长白曲式的那种硫磺啊 但是目前来看价格应该是挺高的 咱们就先养些这个 养出经验了 然后再录那些好的吧 一共四片啊 先给他晾根 这个其实也不用晾了 因为伤口基本上都已经干了 看看 就直接找个盆子把它插土上就好了 应该发梗很快的这种雨天 好了那这期视频呢就记录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顺便提一嘴 即使说他没有很多盲车你看 这这指尖上还是扎了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 他们只可能没有